民进党当局这两三年大量依赖特别预算 2019年至2021年举债竟高达1.5兆新台币 整体债务竟已突破5.8兆新台币 相当于每个台湾民众平均负债25万元新台币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据悉自民进党当局上任以来 特别预算编列常态化 根据预测到明年底 台湾公共债务将达到6.4兆新台币 为何在民进党当局上任之后特别预算编列吗 我们说的这个特别仿佛已经不特别 好像已经进入常态化了呢 首先它的一个常规的预算 一般会在每年度的年底 也就是大概12月份左右 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财务预算 那这个财务预算呢 它还接着下来的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说它可以用一部分的赤字 也就是说债务举债的方式 那这个根据它的相关法律规定呢 只能达到当年总预算的15% 那这个15%之外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 遇到了重特大情势的时候呢 又可以规避这样的一个15%的限制 就可以无限额的去举债 也就是说这几年我们看到 民进党当局大量的运用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债务之外的 一个所谓的特别预算 来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它本身呢 它是一个防体制的 或者说是一个靠造访起家的一个政党 他们上场的是选举 上场的是破坏 所以在建设方面 他们其实是能力不足的 所以他们呢就常常呢 为了维持政绩 维持了他的一个执政的一个绩效 他呢就把目光主要就放在财务预算上 一个是可以为自己拉抬政绩 另外一个呢也可以给地方实力派 或者说是民进党的地方派系 来输入一些经济上的利益 基本上它是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就变成说 这从19特别是19年之后 他整个债务的就是快速的拉高 可以我们可以可以看得很清楚 未来还有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很可能蔡英文会把所谓的特别预算 变成一个常态化 不断的去A钱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